艺术得要从小扎根 看到这是桃园市马祖新村文创园区的马幼艺所 最近开办了艺术课程 邀请四到九岁的小朋友来参加 在老师引导之下 小朋友利用木材竹片制作了眷村的窗框 也透过绘本故事带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发挥创意 配合马祖新村文创园区的开发 马祖新村幼儿园也转型为马幼艺所 成为发展亲子美学体验 艺术教育课程为主轴的场域 为了培养小朋友认识眷村文化 马幼艺所开办眷村调色盘课程 邀请孩子们一起来玩艺术 这堂课上的是窗框 他们利用竹片树枝 发挥想象力创作粘贴 你做的是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吗 是窗户 我在旁边做一个枝 就是一幅二枝 你用什么做的 树枝跟冰犯鬼 眷村有许多独特的色彩 例如窗框黄 大门红 面粉白 乌瓦黑等具代表性的颜色 在课程安排中 让孩子们探索不同色彩 找出眷村的文化特色 认识窗框黄 然后也制作窗框相关的创作 课程也邀请了惠本老师 透过说故事 带领孩子们一起寻找金色的窗户 课程安排不同的艺术形式 带领孩子认识眷村历史 培养他们的文化视野 这项课程邀请四到九岁孩子参加 结合了惠本故事 让他们能够发挥天马星空的想象力 让创作更加的丰富